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我就可以讲大小一点 谢谢今天师母 为我们来带敬拜 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师母是在幕后 然后是讲员 可是今天我们南区是非常有福 而且刚刚她带的那个敬拜 我看到全体的人都好像很冷这样子 好像进入一个陶醉的状况里面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幸福 阿妹吗 今天我来分享我的主题 我的主题今天分享的就是 转角遇见了幸福 其实今天幸福的定义在你们来说是什么呢 当然今天下大雨 如果今天下大雨 如果你有一个软软的汤 热热的汤或者是steam food在你面前 你会感到很幸福 甚至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很凉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淋着雨的时候 忽然间有人为你撑伞的时候 你会特别感觉到幸福 所以基本上幸福在每一个人的理念里面 每时每刻其实都在转动的 所以今天问一下各位在这里的 你今天幸福吗 幸福的挥挥手 可能说一般般 所以今天幸福是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那天我看到一个的 主员生来的一个 他说幸福不是你房子有多大 而是房子里面充满了一个温馨 还有甜蜜的营造 然后他说幸福也不是你开了多好好的吃 而是你能够开着吃很平安的到家 然后幸福也不一定是你存了很多的钱 而是你天天能够身心与自由 不断不停的能够很自由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他也说 幸福也不一定是你的爱人很美丽 你的特别的配偶 或者是看到都是美美不一定 只要那个人是笑容散烂 常常带给你喜乐 那也是一种的幸福 所以今天幸福是很多方面的 人在很多时候 你会有这种幸福的感觉 其实都是一切都是从心里面会感受得到 而不是不单只是外在一些的满足而已 基本上幸福呢 我觉得就是当下你的需要被满足了 你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Amen吗 所以今天在我们还没有 就是那个感受 我个人来讲 其实我的生命当中 也是在转角之间 就是在遇到那个瓶颈的里面 去到死角那边 显得透不到气的时候 我遇见了一个的幸福 当然大家也肯定知道我遇见了谁 所以刚才的歌曲里面也唱出来了 其实当一个人真的在遇到死角的时候 真的很痛苦 在真元书里面 就18章14节说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真的确实 如果今天我们有疾病 我们有外在的疾病 我们可以找医生 我们去护药 我们去找人 甚至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 可以医治 因为你看得见 可是在心灵上那种忧愁 那种忧伤 不是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有时候你承受不了的时候 你会看见很多那种 自杀的案例就要出现了 那种的 这种的心灵的那种痛楚 并不是 并不是人能够去明白的 甚至可能你在跟人说的时候 人不明白 可能会给你一些的意见 你会发觉的很烦 你讲的东西你都不明白的 就会很难去承受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当我们遇见了一个神的时候 你就知道谁能够来 帮我们担担这一切的忧伤 我在想 那些坐在死因 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着 基本上就是心灵很忧伤的人 你看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黑暗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都想逃走 可是今天你看这个诗篇 他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 那个坐在 就是坐在上他已经不赖了 就是没有力气 他已经是非常吃你的绝望 他那种绝望是被什么捆锁着呢 就是被他的困苦 好像铁链一般的捆锁着 不能够走出来 他真的是没有盼望 这个就很像我过去 我也是觉得很黑暗 又不敢跟人家说我的痛苦的时候呢 我真的有这种的感觉 哇 我透不到气 你有没有试过 当你被密封在一个 忽然间一下子停电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忽然间 忽然间忽然不到 你非常的惧怕 恐慌 你要去找蜡烛 或是你要去找到一点点的灯光 真的当大家在黑暗的里面 你看到一丝的灯光进来的时候 哇 你就好像有一个盼望 你会很舒畅 你好像看到哇 有救了 所以这个坐在黑暗中 死阴里的人是非常的痛苦的 我相信他们的心灵是很忧郁 同时在这个诗篇25章17节也说 我心里的愁苦深多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破坏 当然这个是大卫写的 想象一下大卫王 他是一个被人尊宠 应该是被人尊宠的王 后来又被自己的儿子来目位 甚至也被他的朋友出卖 然后他过去的主人也要想追杀他 所以你看他想象一下 他这个王 他心里面 虽然我表面看起来像王 可是我心里的痛苦 很难受 就是你们不知道 我里面是多么的痛楚 所以他在那边跟神来在这边祷告 说神啊你来救我 过你这一切的黑 瘤患 破坏 但是所以刚刚我说 真的 今天有一丝的光芒 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那种的盼望 所以呢 今天我所讲的 大家也很清楚知道 就是主耶稣基督 因为主耶稣基督说 他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讯息 今天我刚刚说 真的在困在一个的黑暗的里面 忽然间有一根拉筑 或是你找到一个手电筒 甚至现在拿着你的handle 还有电筒都打开光的时候 哇 你好像整个心都舒畅起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就是因为有这个的光进入 我们能够得着了这样的一个盼望 所以今天在这个讯息里面 是我们从前听过 现在听过将来也必须要听的 一个讯息来的 所以感谢主 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 发现照着他们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看刚刚前面 神爱我们的缘故 他说他就是光 他来到我们的当中 他照耀我们的时候 那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像我以前 坐在黑暗里 没有人明白的时候 我看见了这一个光 哇 就好像 坐住了一个佛墓 在一个海里面 没有拍完的时候 坐住了这样的佛墓 看见了这个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有光 发现照着他们 你看这里 本来是坐在黑暗里面的 是主耶稣基督 他主动 来到我们的这里 然后让我们看见了他 他的光 也被我们发现 照着我们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 谁的声音 可以mute掉他吗 感谢神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起来这里的 我们会看到 当耶稣传起 就是我们发现了 这个光的时候 是天国主动 究竟我们 神发现了我们 我们是悔改的心 来投靠神 所以神说 他不愿看见 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归向他 所以今天 这个光的被发现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很感恩 过去向我传福音的 姐妹 感谢她 一直不断的来 向我 讲耶稣 的美好的事项 那时候 我也是半信半疑 因为以前 我因为遇到 很多的状况的时候 我喜欢去找东西来拜 喜欢去投靠这个 投靠那个 但是没有想过耶稣 我觉得耶稣 好像是西方的神 好像跟我没有什么缘分 以前我们很讲什么缘分 缘起缘分 缘境这些东西 后来真的 当这位姐妹来跟我说 耶稣的好消息的时候 我的心里 被他所分享的讯息 吸引住了 我觉得好像 有点盼望我 有点 就是有点希望在那里 所以我尝试去 来究竟 这个光 感谢神 他来跟我传这个福音 所以到现在 目前为止 我非常感谢 他愿意 开口 向我传福音 所以今天在这里 弟兄姐妹 我们的身边 其实基本上 也有很多人 可能 就在黑暗的里头 我们不知道 可是今天 你就像我过去 带我信主的那一位姐妹 这样 你愿意开口的时候 你真的就把这个光 带进他的生命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从这黑暗中 逃出来 所以我们感谢神 今天在这个幸福 这个月份 12月份开始 我们也幸福小祖 因为盼望 我们每个人都成为 那个传达 这个光讯息的百姓 把光带进 有需要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神的 好 感谢神在这个 见证的时刻 其实在我准备 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在准备到一半后来 大家很熟悉 这个Christine姐妹 也是我们 PJ瑞语堂的 她带着她母亲 来到三月吃饭 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听到她的见证 我也很感动 因为她说 她过去 Christine姐妹 带她去教会 已经带她去十年 她每次去教会 就是睡觉 睡觉 睡觉 然后可是这个姐妹呢 从来没有放弃过 把妈妈带到主的家里面 虽然她去到那边 她懵着眼 睡觉 她都不管 每一次回到工堂 她就是要把她 带去当地的教会 她在那边睡了十年 有一次 忽然间 我就问 为什么你会幸福 我讲 我不懂 那天的牧师讲得到 很适合我听 我听了很舒畅 所以我就举手 我说我要这位神 当这个阿姨呢 她信了这个神的时候 哇 她一边脚一边吃东西 眼睛都红了 她就是感受到主的那个温暖 救她脱离的凶儿 我说 阿姨其实你信了主 你最大的转化是什么 她跟我说 其实她有一个不好的影证 那个就是赌博 几十年 她明明知道赌博是不好的 可是时间一到 她必须要去 好像是白本这样子 我不可以不去 所以无论是大赌小赌 甚至瞒着家人去赌 她也知道她赌 让家人对她非常的厌弃 她也知道家人不喜欢 她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习惯 可是她无法逃脱 就像刚才说 她住在那幽暗的里面 她无法逃脱 那个捆锁捆住她 可是她就在分享说 哇 我很感谢神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信了耶稣 我说耶稣啊 你帮助我 我的生命交给你 她从那一刻开始 她就不喜欢赌博 甚至有些姐妹 祖里面的姐妹 还是说 我们偷偷去赌啦 没有关系的 玩玩笑吗 小赌疫情 然后她就说 不要 我不要 她说感谢神 保守了她的心 现在我听Christine姐妹说 这个案体呢 她 生命中很多的见证 然后刚刚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那个Victus也认得这个案体 她说 哇 这个案体很厉害的 在我们的那个 Sepang的那个区里面 那个教会里面 很会讲福音 很会去一直 为我们预备膳食 然后他们看到这个案体 是一个 觉得是一个祝福 所以你看 就是这个女儿 把妈妈 带到主的家 让她的妈妈遇见了这个光 生命完全不一样 甚至成为家人 教会 当地教会的一个祝福 所以这个时间呢 不是我来讲 其实今天晚上很特别 我其实邀请了我教会里面的五位 弟兄姐妹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的见证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时刻 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时 如果单靠我一人的嘴唇 我觉得还不足 所以今天呢 我真的邀请了我的弟兄姐妹来 线上跟我一起的分享 见证 首先我邀请金达和少子夫妻 可以上来打开你的视频 还有你的麦来分享 神如何在你生命中 做成这个美好的时光 来 这件交给你 谢谢 教会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 跟大家来分享我神明的见证 我在海外信主的时候呢 我会常常很担忧 心中是很没有平安的 也没有什么喜乐 人生是没有方向 甚至身边的人 有时候都会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脸常常都是 带有很多的愁容 没有什么喜乐 我的心中也是有 充满了很多的疑问 比如说 人在世上为什么呢 是生老病死吗 或者是 到底哪一个神才是最大的 很多很多的疑问 而且呢 我的性格是比较极性子的 又比较容易生气 尤其是对一些小小的事情 对身边的人啊 丈夫啊 孩子啊 就比较容易生气 然后又加上 在生活上的种种的挑战 经济上的压力等等 就会去算命啊 算名字啊 看风水啊 甚至算号码啊 等等啊 但是这些所有的 反而使我们更加的没有平安 反而会觉得更加的变得小心翼翼啊 战战兢兢 每天都要战战兢兢的过日子 这样子 在2013年的时候 尤其由于生活上 种种的压力和挑战 又加上婆媳之间的关系 就越来越紧张 导致我更加的 陷入那种痛苦和那个忧虑的当中 感谢主在当时候呢 就我们的家营堂的利益区长 就带领了我去他们的教会 也把我从这个最痛苦的时候呢 让我认识了这位上帝 是上帝带领了我 从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中走出来 感谢神 在认识上帝过后呢 就是在那一刻 其实我的眼泪是一直流流流 流到好像那个开水后 这样都会停 感心中呢 却是一直在感谢主 感谢主 但是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在信主过后呢 整个过程 我的心中是非常充满了 全所未有的那个平安 然后心中也感觉到 非常的踏实 心中常常的感觉到 有一个非常大的依靠在我的背后 就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呢 过后我就可以每一天 都能够靠着祷告 向我们的天父 寻求祂的指引和方向 所以现在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盼望和喜乐的 好 感谢主 在正元书十章二十二节那边说 耶和华所赐的福 是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的 所以感谢神 神是很爱我们每一个人 祂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耶稣也说 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但是叫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祂已经胜了世界 感谢神 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靠着主耶稣 能够得胜 感谢主 现在我的生命是充满了盼望和喜乐的 我要把一切的荣耀送赞 尊贵的归我们的神 感谢主 Amen 好 感谢主 谢谢我太太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 太太信主 已经是幸福一半了 那个家庭 如果其实很多丈夫 她也不知道 太太信主 然后也信了主之后 可能她也没有说觉得 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但是我觉得 太太信主 是很蓬佛的 对丈夫来说 因为我个人的见证就是说 我之前有一些 坏的习惯 但是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不认为这个是 很大不了的事 男性有哪一个不喝酒呢 很多都喝酒了 不是每一个 但是很多 那时候我们 我们打工的时候 说在市场上 常常有应酬等等 喝酒的 那就爱上了 喝酒了 就变成了一个习惯 但是当这个习惯 再恶劣下去的话 可能就会忽略了我的失业 忽略了家庭的时间 然后这个也影响了健康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我太爱信主了之后呢 就是幸福的开始 蒙福的开始 因为她默默的为我带祷 为我祷告 那我觉得靠自己的力量 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很容易的话 很多人就借到酒了 但是借酒其实哦 也可以像借赌 或者借赌相当的困难的 所以那时候她为我带祷 然后我就 也感谢主 因为我信主了之后 我们一起信主 那我们信主了之后呢 我也感受到一样东西 就是你越顺服 你越蒙福 所以我也相信很多 上过二人体的课程 就是基督徒 都知道 就是太太顺服 丈夫 丈夫负责爱 太太 这是一个很 很自然的定律 是上帝的定律 而不是自然 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定律 那我顺服耶稣 那上帝也给我 也爱我 所以我觉得上帝很爱我 让我能够真正摆脱 这个喝酒的恶习 所以当我摆脱 这个喝酒的坏习惯 自然我夺出来的是时间 那时间是上帝 给我们最大的资源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 把很多的时间荒废在 一些消遣 娱乐等等的 但我们不是说 喝酒就是坏人 但是当你喝到一个程度 沉迷了 那你就会不大爱顾家 然后你就会有一些 往外跑的那种问题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这种坏习惯 刚才Debra有讲的 这种也是一种引来的 所以感谢主 我靠着主得胜 太太为我祷告 我自己顺服上帝 也让上帝的爱充满我 我也能够把这坏习惯 能够真正的戒掉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家人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让我更多的时间 去专注在我的 这场的事业 让我的事业 也在过去的 信主的八年里面 是每一年都在备争的 所以我相信 上帝的应许 这是永不落空 就是亚伯拉的福 被多产 备争的掌权的生命 的确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 那这一个 死乎变有的上帝 我真的是很相信 上帝能够是个行神迹的上帝 上帝 他也拯救我 脱离这一个 喝酒的饮 所以我相信 我们要未来的日子 不会腾出更多的空间 让上帝 成就更多的神迹 在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 我的分享就在这里 谢谢 感谢神 从金达弟兄 我刚才分享 那个安弟的见证里面 他们的过去是一个 影证的黑暗 他们是遇见了这一位神 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他们的影证的黑暗 接着遇见了这一个大光 他脱离了这一切的影证 所以今天这一切的影证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 身边的无数的见证里面 甚至包括酒饮 我们都看见38年的 因为借着祷告 因为借着祂的愿意 影证也被脱离 所以今天 这个光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真的很谢谢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 所做一些美好的事 特别也刚刚 也谢谢敬达和哨子 好 接下来我要请 一位单身的姐妹 就是Evan美女 也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神在她生命中 所做成美好的见证 请Evan 弟兄姐妹晚上好 现在我在这里分享 神在我身上的见证 回想起我小的时候 其实烦恼不多的 就算有 也是可以跟朋友 跟父母亲讲 但是当人渐渐的长大过后 那个烦恼就越来越大 然后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但能听我们讲的人 其实越来越少了 所以就变成 养成我自己的性格 就是很自我为中心 就是有什么事情 我会想办法自己去解决 所以就变成 我有很多负面的思想 对人是没有信心 然后又很怕 会上别人的当 所以当时候真的是很累 当我在九年前 我接受了主耶稣之后 他医治了我从小 就缺乏了安全感和那个信任 每当我在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相信这位神 我祷告神 他真的是帮助我 从我自己的那个负面思想 帮助我 然后他每时每刻 虽然我是看不见他 我接触不到他 但是他时常会跟我讲 孩子你不要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所以他 特别是在 这两年的疫情里面 我的工作可以像形容过三车 就是一波三车 特别是在裁员 然后很多那个经济方面的困扰 然后其实在 每一个旋风里面 我都有一个中心点 虽然外面的风是旋转到很快 但我中心那一点是非常的平安 这种平安就是耶稣给我的平安 我依靠神 我交托给他 就是讲的 关关难过 真的是神真的是很棒的帮我 度过了每一个关卡 外面的事情 虽然是很乱 很乱很搅扰我的思想 但在我里面是真的很平安的 我相信在我考验的 每一个的风暴 接触了之后 我得到那种平安 这才是真正的平安 这是以前我从来得不到的平安 所以现在神在我的心目中 就好像是太阳 它充满温暖的爱 没有人能够把握 看得到明天的太阳 但我可以趁着还有今天 把握我心中的太阳 天空的太阳 我相信会不会永远照耀 但是神 祂的话 会永远的在陪伴着我 到永远永远 我感谢神 赐给我勇气 忍耐 和胜过 环境的信心 使我无论日子如何 我都能得胜 愿神在我的身上得着 得到的荣耀 一见耶稣 就是一见的幸福 感谢神 Amen Amen 谢谢伊温 感谢神 你看他 真的要很感谢 那个传福音给伊温的人 伊温是吗 你会很感谢那个传福 给你的妹妹 我妹妹 所以感谢神 你看当今天 有人传了福音给他 神驱走了他 心中的那种的黑暗 其实我们所认识的伊温 从过去 你要他这么 大庭广众 这么去分享 甚至在祷告 他是非常的恐慌 他怕的 他会逃的 他不愿意的 可是今天 他借着这个刚才 他说 这个温暖的阳光 这个温暖的太阳 他的生命不再一样 他可以为主做见证 他可以愿意 分享他里面那种 隐藏的黑暗 所以他说 神啊 就是他这个光 帮助了他 走出他 这一种的 心里 没有人知道那种 黑暗面 隐藏面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要给上帝一个荣耀的掌声 同时这个时间呢 谢谢伊温 我要来请多一对夫妻 就是庆锋 还有杰利夫妇 来跟我们分享 他遇见了这个光 他的生命有怎样的转化 来我请庆锋 和杰利 嗨 谢谢Debra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晚上好 我在这边要分享 我的一个小小的见证 我在2016年的时候 信主的 是我的太太 带我去教会 就是南区教会那边 然后就在那边信主了 那个时候我信主呢 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我的人生当中 是最低潮的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我跟我的生意的派档 有一些 一些纠纷 这纠纷呢 闹到上法庭去 然后有长达 大概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是完全有收入的 那那个时候呢 是心里是非常的担忧啊 因为要付 要支出很多的钱去 应付这个官司啊 然后还要看家人啊 要照顾家人 然后还要供物质啊 供车 所以在财务上呢 是非常的压迫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无助了 所以就太太看到我 这样子也是很担心 然后就有一天就突然间 应该可能是上圣灵感动他 就带我去去到教会 就这样子信主了 那个时候信主过后呢 就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 一些 神迹啊 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的 财务上的一个见证啊 就是 在因为 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又没有 收入的同时 我其实一个非常担心的就是 我会不会破产了 然后我破产过后 我的家人要住哪里啊 屋子没有办法供啊 还是什么 那时就非常非常的担忧 然后就有很迫切的祷告 然后就突然间 有一个声音就进来了 那四篇 十六就进来了 他就说 我就祷告 我就说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份 我所持有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可是那一个时候 这一句 那个声音是这样子告诉我的 你所得的 我会为你持守 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就泪流满面 因为那个是我 我第一次听到 上帝告诉我 不用担心 你什么都可能会失去 可是你住着的 我住着的 现在的这一间屋子 是不会失去的 他会为我保守着的 那个时候我是 由非常的担忧 变成就非常的平安 非常的放心 然后就 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就是我的见证 然后到现在 我还是住在 已经五年了 我还是住在我现在这间的屋子了 谢谢 好 然后到我再 弟兄姐妹大家好 其实我也不懂 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是一个从小就去上主日学的孩子 所以我的童也算是在教会长大了 可是到中学的时候我就远离了教会 因为有功课房嘛 有补习那些就没有回去教会了 然后一直到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天晚上呢 有 我就在宿舍里面就刚好要上厕所 然后就遇到 在走廊上就遇到有两位 不是我们宿舍的 有两个学姐了 他们就刚好 应该是他们就刚好来传福音 然后他们看到我 他们就说 可以用 可以用一点点的时间 来跟你传福音吗 这样我想可以 然后我们就坐下来 他就为我讲 他有一个小册子 然后他就为我讲一些关于耶稣的东西 然后去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问我 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吗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 决志祷告了 别开始了 去教会啊 然后团契的生活了 但是很抱歉 就是过后我又因为 世界的优厚 我又远离主了啦 然后就没有再去教会 然后即使 为我传福音的那个姐妹 其实过后是成为了我的牧师 就是我的牧人 牧者 可是他 可是我也是没有回去教会 我知道他也是有为我祷告这些啦 然后 就一直到我们 像我刚才我丈夫所说的那个就 我们遇到了这个财务上的问题 这个生意上的问题 然后其实 我不是无端端大来去教会的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 就在我们在最庞然无助 真的不懂要做些什么 也不懂要找谁来帮我们的时候 其实那个声音在我心里面对我说 你是时候回教会了 我知道那个是神对我们说话啦 所以我 而且刚好那个时候我们的朋友 Sharon姐妹 她也是有提出要带我们去 新生命复兴教会 所以我们就来到南区教会 也在当天晚上我的先生就绝着祷告了喔 其实我生命中也是很感谢当初 像我传福音的姐妹 还有当初把我们拉去新生命的Sharon 当然新主过后不是讲一防风顺啊 也是有遇到很多挑战 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 在去年年尾大概 其实我记得很清楚 11月30号 11月30号 而我是因为肚子痛而去到医院 然后结果 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医生就发现我的肾脏 有一粒很大粒的肿瘤 而且看起来是恶性的肿瘤 然后就 有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然后又去找不同的医生 然后 而且抽了的化解 那些也是硕士 其实是恶性的 就是cancer 所以我就需要立刻的动手术 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很崩溃的整个人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因为 怎样讲呢 我跟神说我还这样年轻 为什么会是我 然后我的孩子还这样想 万一我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样我的孩子要怎么办呢 但是 哭也是 哭也是那个晚上 因为 真的没有时间 让我太过的忧伤 因为我们要立刻做出决定 就是要进院做手术 但是感谢神 他把我带到这个 为我做手术的这个医生 首先我要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医生 其实他是建议我割掉 我的肾脏 割掉我的脾脏 还有要再割掉一点那个胰脏 基本上是要 像听起来这样要割掉很多东西 但是感谢神 他把我带到去第二个医生的时候 整个手术过程是很顺利 而且我只是需要割走我的肾脏 其他的器官医生说是没有影响到 然后在我们出发去医生的时候 然后在我们出发去医院之前 那天早上我的老公就跟我说 你看天上有出现两个彩虹 双彩虹 双彩虹 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约定 给我们的应许 然后我们就要抓着这个应许 然后感谢主那一个手术一切顺利 然后我也很快的复原 可是在手术过后 其实我是有陷入一段很低潮的时间 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整个人 自我封闭这样子 我不爱说话 我也不想跟人家说话 我就把自己关起来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全部东西都不一样了 对我来讲我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啊 我也不懂以后的路要怎样走 然后我就很陪很陪了 一个大概也差不多一个月这样子 然后见中我其实还是有去听上主了 听到那些 可是我还是 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就不见人这样子 然后其实心里也是有个声音跟我说 不可以再这样子下去了 你要起来了 你要做点东西了 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灵修了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 师母也是有对我说 她是想要我透过更多的敬拜赞美 去领悟神要我做的这个功课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灵修 然后就每天有一个时间去灵修 去听四哥 去祷告 灵体上帝要对我说什么 也读圣经 然后我就在读经的时候 也看到更多神对我的应许啊 看到更多神的要 对 因为之前封闭自己的时候 我是觉得好像 我的世界很黑暗 没有什么盼望 可是在圣经里面 经文不是这样讲的 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光 我不应该是在黑暗里面的 而且神说 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 他讲的话怎样说 他就会 事情就会怎么成就 他说他医治好我 我就已经必然得医治了 所以感谢主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出来 然后也开始回去上班啊 就开始过一些正常的日子这样子 然后感谢主啦 我们上两个星期回去复诊的时候 拍的那个CT scan 到目前为止 我的身体还是很健康 也没有任何的癌细胞 所以我要感谢主 也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 如果不是主的大能 我是不能够走到今天 感谢我的生命中有主 也感谢当初像我传福音的那个姐妹 让我从来都 我感觉就是 我一直都是活在主的那个遮盖之下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从小到大 虽然我自己的曾经迷失 曾经迷路 曾经走过出去 但是主耶稣他依然把我带回来到他的羊圈里 所以感谢神啦 如果不是耶稣在我里面的话 我相信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子的力量去面对这一切了 感谢主 Amen Amen 谢谢神 感谢神 真的 荣耀赞给主 所以今天 真的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目的 我是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成为那个 传福音的人 因为刚才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见证 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向他们传了福音 他们生命得着了这样的光 他们就脱离了刚才 你所听见他们的那一种的黑暗 就是好像比如说 杰利他身上身体的黑暗 甚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少姐也说 他跟他婆媳之间的关系的黑暗 甚至我自己本身 因为姓主 也是因为婚姻关系的黑暗 还有刚刚庆通所讲的 他经济的黑暗 他无助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 我自己也吓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房子好大 然后他的压力是多大 然后那时候杰利还大着肚子 我说 哇神啊 你真的要怜悯恩待他们 怎样帮助他们 神唯有你自己亲自来引导他们 所以我看到他们的生命里面 这样子脱离这样的黑暗 全然都是主的能力 所以今天在这个身体的黑暗里面 可能今天不是你当中不是当事人 可能是你的家人什么的 你们都很焦虑 真的你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 给他们这样的盼望 或者是在这个关系中 可能不是婚姻关系 可能就好像 庆通所讲的 partner上的关系 被他的partner来 暗中的涌了一刀 甚至在我们关系的里面 或者是被同事里面去出卖了 我不知道 只是这种的里面 真的是隐藏很多 人所能够去明白的那种的状况 就像刚刚杰利也讲 他知道自己状况 虽然神医治的 可是他那边隐藏 心里面那种隐藏的里面 他就是闷闷不日 他就把自己关起来 可是还好真的 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自己的每一个 他都会向我们说话 他用他的方式来指引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刚刚听了他们的见证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神啊 你真的是在 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 你能够帮助一个 从过去现在 直到先 换成现在充满贪旺喜乐的 一个家庭 虽然是过山车 还好因为有主 不然的话 怎么能够呢 当然因为这对夫妻是 牙医嘛 所以当然那种忧郁的 你想象 他们的经济里面 如果是真的是破产 就是backlist的时候啊 他们怎么再去 工作啊 因为这个是很大的 这一个的挑战 所以他心里面那种焦虑 那种交集 我们真的不知道的 所以同样 今天在我们身边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在这几种的配案 如果今天我们愿意 就成为好像刚刚 我们所听到的 很感谢那个传福音 给我们的人 我也很感谢 过去传福音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 你要成为那个 被成为别人祝福的 那一个人吗 你要去把这个 福音的讯息 好消息 去告诉更多的人吗 好让他们也得着 这样的盼望 得着这样的光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里面所隐藏的黑暗 可能是忧郁 可能是惧怕 无来由的惧怕 那种郁闷 那种不喜乐 可能是一些不正常的坏习惯 不正常的关系里面 他很想逃 可是逃不了 所以今天这个光 是必须由我们去跟神 一起去同空 去执行来传扬 就像过去别人如何向我们传福音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耶稣说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 叫凡心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 我们真的借着主耶稣基督 这一道光 我们信了他 我们也不再坐在黑暗里面 甚至也不住在黑暗的里面 这个很重要 所以弟姐妹相信自己 因为在当神的光进到来 刚才我们看到是马太福音 是新约里面 其实在旧约过去里面 在以赛亚书 这里已经有多了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阴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你知道这个光就是谁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光 是他看见了我们 照耀了我们 我们悔改 归向了他 我们就有了这样的盼望 所以感谢神 今天 当然在以赛亚书的时候 那时候 这个以赛亚先知的 他领受 神跟他也说 将来必有一人要出来 那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也是有他的DNA 我们也要做他所做的工 因为我们的粮食 就是做成那 差我们来者的工作 这是必须的 所以在以赛亚书说 我夜华凭工艺 召你 必残伏你的手 保守你 使你做中明的中宝 做外邦人的光 开瞎子的眼 领你被囚的 领被囚的出监牢 出牢狱 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当然这个不是说 属肉体那种监牢 而是灵里面 心里隐藏的那种黑暗 出监牢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 中明的中宝 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中宝 可是 神 主耶稣基督 要借着我们 也能够做外邦人的光 所以神有的句话说 你是世上的盐 你是世上的光 你必须要把这个光 出去 然后带领 开那些瞎子的眼 并且领他们出这个监牢 领他们也出这个 黑暗的牢狱里面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记住 神是凭公义 呼召了我们 就是你们 我们大家每一个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 跟随主的吩咐 所以今天 以赛亚书61章也这么说 你说我哪里 我是何等人 我还没有熟读圣经 我还不会讲呼应 其实不是的 今天我们必须要相信 主耶华的力 已经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耶华用高 高了我们 叫我们传好讯息 给谦卑的人 就是或者说 传呼应给贫穷的人 不是很穷的人 而是邻里很贫穷的人 差遣我们 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贝鲁的得失望 悲求的处监牢 所以今天 我们必须要相信 今天我们是收恩高 被呼召 有神的灵 在我们身上的一群 神已经用他的 告告了我们 叫我们传好讯息 给谦卑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在接下来 幸福小主 愿你们能够 很乐意的 为主摆上 能够去传福音 去把这个好的种子 去撒出去 就像刚才我所讲的 那个中兰 可能他 好像迷迷糊糊 半睡半醒 这样子 都无所谓 只要种子出去了 有一天 他必然会 神会把他 收割上来 所以今天 我们绝对 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恩高 所以我们最主要 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报告 耶和华的恩怜 和我们神 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这个很重要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有些人在表面上 看起来没什么 其实他里面 那种悲伤 那种心灵忧伤 他不懂跟谁讲 就像我过去 真的不敢跟谁讲 甚至 对自己家人 也不敢讲 他那种很痛苦 我也不懂 怎样去形容 我有经历过 那种坐在死因 有鬼的人 才知道 那一种的难处 所以今天 因为有人向我传了福音 我领受了这个恩典 我得着了 神安慰了我 所以今天 我们也要成为 那一个人 所以 这个是在 路加福音 一章76到77节里面 其实这个是 撒加利亚 就是那个约翰 撒加利亚 就是那个约翰 施洗约翰的父亲 对他这个孩子 所发的意愿 那因为那个 施洗约翰 约翰呢 他生出来 就是要为主来 预备道路 其实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跟我们说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子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 应罪得事 就知道救恩 今天孩子啊 在这里 我们每个都是神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 这个神的话 不是以前 撒加利亚 这个先知 父亲对他的 施洗约翰的儿子 所说的 而是今天我们都是 蒙神 猜浅 神对我们 治理的每一个人说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子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预备谁的路 就是主耶稣 基督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 就是叫主耶稣 基督的百姓 应对得事 救救道 救资道 救恩 所以我真的是盼望 我这里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要相信 神跟我们说 孩子啊 你是要行在神的面前 预备他的道路 所以我们应该要 这样去来 顺服来回应神的路道 因为我们神 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热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 临到平安的路上 就刚才我们听到 那些见证里面 真的 他说他有了主 就有了平安 你看这里也是一样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因的人 坐着他已经 没有力站住了 所以我们真的 神有怜悯的心肠 其实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神真的渴望 盼望 我们每个人 就出一份力 像光一样 带给人盼望 去到人群的当中 跟他撒种 跟他传福音 你真的不知道 有一天 人会归向主 其实那一天 我也是跟一个姐妹 因为我对神的事情 很感兴趣 其实那个人 我也不是很熟悉 可是他讲 他信了耶稣 为什么他会信了耶稣 他说十多年前 他成为一个 就是在孩子的 就是他的朋友 是基督徒 然后他载他的孩子 放学上学 然后他每次 那个父母 每次在吃上 就跟他传福音 讲 可是他没有信主 后来他的孩子 也长大了 好几年之后 孩子长大 他没有继续 载他们去 放学放学 后来呢 在这个朋友 在遇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信了耶稣 他说他为什么 会信耶稣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在车上 一直听你讲 耶稣多好 多好 然后我没有 在你的孩子的时候 我听不到 这种好消息 我自己去找 教会信耶稣 所以你看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有神的恩高 我们只管传 只管撒种 只管讲 因为你不知道 当你的种子 撒在那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什么时候 会欢喜收割 这是神的时间 我们只管做 我们目前 神要我们做的工作 感谢主 我们是蒙简选的一群 所以今天在这个也最后 在罗马书一章 只是到十五节说 无论是悉尼尼人 报外人 聪明人 愚拙人 我们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像福音也传给你们 在罗马的人 所以在这里 无论是什么人 就是不管他是 外劳 印尼人 还是说 米亚马人 什么人 不要认为他聪明不聪明 配不配得 其实我们都签了 他们的债 这个是什么债 是福音的债 所以我们必须 尽我们的力量 尽我们的力量 而去做 将福音传给 然后我们也不要 以福音为止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犀利人 这里的主要的讲法 就是我们不要以为 传福音是一个很 被人拒绝 是一个很害羞的事情 没有关系 可是你可能有说 哇 他的圣经词是比我还厉害 就是那个犹太人 是法利赛人 可能他对神的故事 神的真理也知道 但是他没有行出来 所以当他去讲的时候 你不要管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个要记住 是神的大能 我们只管去做 所以无论任何人 我们都要去传 就是要去讲 感谢主 今天我们做任何事 并不是今天 Devra在这里 跟你们讲了 然后你们去做 也不是说 因为教会有这样的project 你必须实时的 去做这个幸福小学 都不是 我们今天所做的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无论做什么 都是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对的是神 我们做是做给神 如果今天教会 没有这个幸福小肚 我们仍然还是要去传福音 如果现在我们教会 没有实体教会 我们仍然也是要去传福音 我们不可以说 因为送很难 很难connect 很难带到人心来 你们教会没有预备这个 很难 都不是我们所做的 一切任何事情 都是因为主 为主而做 刚刚你听到这么多美好的见证 都是因为过去 有人给他们传福音 他们得蒙 这样的恩典 像我 像你们 我记得到 每个也是因为别人 向你传了福音 所以我们得着 这一个的盼望和救恩 所以这个很重要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当然 我们所做的 也要甘心乐意 为你们的灵魂 非彩非力 当然这个是保罗讲的 同样今天可能我们在进行 进步小组的时候 我们要去精心 要想他的法子 甚至可能要去买一些的礼物 给Best 要出一些的钱 可是你看到 保罗都是做 他说 因为灵魂的缘故 愿意 费财 费力 所以今天我们也愿意成为其中一分子 在神的国里面 也能够为主 费财 感谢主 所以到最后 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必然能够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所以今天 相信 刚才 以赛亚书61章 神说 他的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 同时在这个使徒行专案里面 一样也告诉我们 圣灵已经降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是必然能够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为主做见证 我很感谢今天晚上 在这里 线上为主做见证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神赐给了你们力量 得胜了 并且为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 感谢神 到最后 我感谢主 我们 转脚的当中 死脚的里面 转的身 遇见了这个 带给我们幸福的神 这个时候我们来 敬拜赞美一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主持人 在我们遇见时 我们就遇见了幸福 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 我们 在我们消失之言 当我遇见你 使我遇见个转 早已一切荒迹 看见密别痛在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 我的灵 快乐 我却认那门人去族可以写screen吗 当我遇见你 是我遇见歌唱 差跌一切环境 看见你的痛在看见了吗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却认那门人去族 你是我直播 我最深的喜悦 全心仰望你靠 我便不知痛药 你与我同行 你爱我到底 这一生有你正好 学高说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心 在你身边 和你身边 的心 在你偶受中 有勇来的佛拉 辩给我的地圈 座鲁架媚之处 我的常年怎么了 是最美好 Amen 在你门前有满足的心 在你有手中有佩佛了 主啊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在你 我们一起说遇见你 我就遇见幸福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在你 我遇见你 我就遇见幸福 Amen 我感谢赞美你 当我们坐在那个黑暗死云的当中 被困苦和蝶脸滚锁的时候 我要感谢你 感谢你才会光 照进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助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让我们遇见了你 我们生命全然得着改变 让我们遇见了你 我们全然得着这一份美好的祝福和幸福 主啊 愿我们愿意就来回应你 成为那个愿意成为啥种的人 也愿意成为那报好讯息的人 神啊 我们要围着过去 那传福音给我们的人 来降与现场感恩 愿主你继续赐福保守带领他们的生命 还有生活 神啊 愿我们也愿意成为那一个 啥种还有收割的人 神啊 在这里 愿主你来赐福我们 这里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 就是神你的孩子 因为你说 孩子你已经呼召我们 你要趁为我们自告子的先知 你要我们行在主你的面前 预备你的大物 叫你的百姓应罪得事 就知道你的救恩 神啊 我要感谢你 今天在这个美好的晚上 我真的回想神你的点点滴滴 在我生命中所做的 也听到神你美好的见证 在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们在这里 真的要把一切的珍贵 权柄 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要感谢你 感谢你这一份美好的救赎 感谢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神 Amen Amen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心力 在你右手中有勇人的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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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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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不在你意外 祢是我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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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men I